公園 散步 发呆 退休后难道只能做这些事吗 谁说只有年轻人才能学习新东西呢 台北市在每个行政区中都有设立乐林中心 总共12所乐林中心 57所乐林学堂 就是希望长辈在退休后能找到生活的新中心 跟着节奏拍打裹面 脸上都是认真学习的模样 这是位于中正的乐林中心 是什么原因让长辈愿意学习新事物呢 能到了这个年纪好要去说过日子 因为我孙子先念松山高中吉他社 这以前是他玩的乌克力力 那我想说将来乌克力力可以跟吉他配合 乌克力力和木香骨虽然看似简单 但对于手指渐渐退化的长者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突破一些心里觉得的不可能 出来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了 台北市自103年起便迈入高龄化社会 光是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就有超过50万人 为了让生活不无聊 许多长辈选择报名乐林中心活动来充实自己 一般大概就是原本是设定30个 可是我们通常都爆满 音乐能疗愈长者 专人让长辈在退休后找到重心 乐林特成把长辈带出门 躲于社会互动 让退休生活不再孤单 记者年晚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